OK 再來就是宏林的R6 今天要開始動工了 好不好 然後這邊 是宏林的所有的 零配件 但是呢 這台車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 他沒有殼 OK 他沒有車殼 因為我的車殼拿去給 我們老闆貼場貼 結果呢 採貼還沒有到 然後 所以殼就 沒有辦法先裝 但是呢 宏林現在呢 車子呢 既然已經 快修好 所以呢 宏林想說 等一下晚一點 時間呢 我就去把 R6的車殼拿回來 然後呢 直接把它 裝上去 然後他現在這個 好像還少了一些螺絲 所以等下呢 等他們這裝完之後 還要再讓他們點一下螺絲 看一下有沒有少 然後我們就去 叫人家拿過來 OK 好 現在他們在裝這個 波子的部分 波子的部分呢 你看 你看上面這個 就斷掉了 然後把它拆下來 然後我新的脖子 新的脖子 來你們要脖子嗎 來脖子給你 高比賽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修出來 喔對 還有一個 我的排氣管送修回來 排氣管在這邊 送修回來的 但是呢 他沒有貼紙 因為他在 好像做這個 維修的時候 他 必須要把我們的 貼紙呢 撕掉 然後 這個貼紙呢 我想說 等一下我拿一個 很 鳥的貼紙 給你們看 這個是 別人 送給我的這個 蝎子管的貼紙 但是貼這個 人家就感覺我的 蝎子管是仿 所以呢 我要再生一張 正的 蝎子的貼紙 聽說這貼紙呢 也是蠻貴的 請問兩位 我們今天有沒有辦法 把它直到可以 發動可以騎 可以到發動 但是 沒辦法騎 為什麼沒有要騎 你說時候拿儀表 我車 就要這邊兩個月 你們 什麼都沒動 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有沒有辦法 摔到這個東西 那很不喜歡 那沒有這個東西不能騎 不行 為什麼 那這個就可以 拉 拿起來 哦 反正我不管 你們幫我修車就是這個 就是要接受這種 過程 我就是最擊掰的客人 你知道嗎 沒有 我會當最擊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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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在弄什麼東西 蛤? 負擊 負擊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好我知道 閉嘴 這個東西 你不想知道 好 閉嘴 沒有人想聽這個東西 怎麼樣 好不好 反正這就是行車記錄器的線 然後他要拿掉 不要管他什麼負籍什麼的 太麻煩 沒有人在聽這種東西的 我儀表板回來囉 這就是我們 兩萬八千塊的 指針式儀表 OK 兩萬八千塊 得到的就是一個 指針式儀表 媽的 全彩好像一個是三萬七 紅鷹那時候呢 本來是想要換那個 全彩的 那個賽道的儀表 三萬七 結果 這個已經叫了 就沒有辦法退掉了 所以我就想 啊 算了 就兩萬八下去 然後 脖子我們也換了新的 脖子 紅鷹應該還 留在五指山上面 不知道哪一個彎 好不好 希望各位 如果想要 紅鷹的一些東西的話呢 你們可以去 五指山的某一個彎道撿 撿回家做紀念 那都是紅鷹 車子的東西 好不好 好然後你拆完新車輸機 其實再來你要拆什麼東西 來我來尬你 錯 你要把這個拆掉 我可以先招後輪嗎 不能 你要把這個拆掉 我就是想看到這個不見 給我把這個拆掉 我不只是你爸 我還可以當你爺爺 好這些都是屍體 這些都不要了 來丟掉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丟掉 然後現在給我把這個殼拆掉 現在給我拆掉 好 長官同意你先裝後輪 先給我把後輪裝掉 我的前輪 我的後輪 紅鷹在這間店呢 要樹立一個皇帝形象 好不好 在這邊我就是皇帝 OK 我叫他們做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把這台車輪 好嗎 加油好嗎 這是紅鷹另外改的這個油杯 這個是幹我們這個 其中一位祭司的改裝品 還有一個機油蓋 他有一個很雞巴的機油蓋 他這個機油蓋呢 是要用 他的特工才可以打開的一個機油蓋 就是這個 他的機油蓋就是 會有一個 幹你娘 他的機油蓋呢 就是會有一個特殊工具 然後又把它轉開 好 然後我這個油蓋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支架的部分呢 他們要想辦法把這個 油蓋可以固定在這個支架上 我的鏈條你有沒有幫我洗 用中文才能洗 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幫我洗鏈條 不好 很好 乖 然後 其實我紅鷹最想要用的就是這個腳踏 紅鷹改反檔 然後 紅鷹 蠻想體會一下 R6的 儘快牌的反打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很想騎他 為什麼 紅鷹在這邊可以大呼小叫 教他們做事情 因為 付錢的是老大 OK 只要呢 付得出修車錢 你就是老大 你懂嗎 叫他們 趕快 快做 OK 做什麼 做什麼 這樣 這位那個 紅鷹在R6修復好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可能10月4號呢 會到我們的台中大力寶賽道 紅鷹會去跑 四節 紅鷹是跑 籃組 各位知道籃組是什麼概念嗎 籃組呢就是一個最強 台灣最強的人呢都是在籃組 那為什麼紅鷹會被爆籃組 就是因為呢 紅鷹 沒有給 證件資料 所以呢 我們的祭司呢 就用他的名字呢 去幫我報了 賽道 然後呢 因為用他的名字去報賽道呢 因為他在 賽道上面呢 本來就騎的是蠻快 所以呢他報了他的名字 然後他們就把他移到 比較快的組別 結果騎是我要騎 然後呢 我呢 就被排到了 籃組 第一次 騎力寶 就被排到了籃組 然後連第一次跑力寶 我也不知道我跑的成績怎麼樣 其實大車我也不會騎 說真的我不太會騎 所以呢 屁力寶也算是一個練習 好不好 一個練習 希望紅鷹可以至少 我給我自己的目標兩分內就好了 給我自己的目標兩分內 我不要要求太多 喔 然後我呢 就跟我們這位記憶師 同組 他騎 什麼車 主騎什麼車 R1 他有可能騎R1 有可能騎R3 然後呢 他說 他騎R3 會套我圈 大家都笑了 他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他騎R3 然後可以套我R6圈 我跟你講 騎R3套我R6圈 我R6燒掉 騙我R6燒掉 騙我R6燒掉 我R6燒掉 講大話 媽的 他 他這個私底下說 他嗆我說他騎R3 可以騎把我R6套圈 好啦 你們專心弄車 以上言論呢 我們打他嘴砲而已好不好 他也是打他嘴砲而已啊 R3套 套R6圈 屁 那我問你啊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在大力寶 有可能R3套R6圈嗎 有可能啊 認真耶 那你覺得他會是那其中之一嗎 所以他是個屁 對他是個屁 所以事實證明呢 R3是可以套R6圈的 但是他是個屁 還有鴻林的這個 引擎護蓋裝上去了 結果 鴻林買這個 引擎護蓋好像是買1萬多塊 結果我馬上看到網路上 有人賣2000塊 然後全 這是二手品 二手品看起來很新耶 然後你再來要幹嘛 這我沒想到喔 給你想到了 不錯喔 然後他們要把我的 一些東西 清一清 因為這裡面還有一些 小沙子 然後現在他的頭 他的鼻子 他的儀錶板 然後前叉 然後前輪 還有我的土廚 我的土廚在那邊 我的油箱在這邊 這些呢大概裝上去以後呢 就只剩下 大概只剩下我們的車殼要裝 然後呢 還要幫我叫一個那個高角度風景 你們要記得 可以把那空下去關起來嗎 很吵 那個灰色衣服的 小師傅 可以把那空下去關起來嗎 很好 好 然後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個呢 是洪寧去 請我的好友呢 好老闆 幫我包的 這個碳纖維 磨料 這個呢 洪寧找個時間 再好好跟你們介紹一下 好不好 今天呢 我就是用一個 比較 輕鬆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一個 比較可肉質的形式 跟大家拍一下 好 晚一點呢 我們車子如果組好的話 好不好 我們再比較 正式一點的 幫他拍一下 那你現在要幹嘛 要在眼鏡前 為什麼 很眼鏡啊 唉唷 不錯嘛 唉唷 你看我們這個 五人的服務 可以吧 來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名片 總共有五位 老闆 OK 五位老闆 你他媽為什麼 剪其亨的名片放了兩個 好啦 反正就是有 一二三四 這邊只有四位 好 然後現在呢 幫你有幾次要去做 大概一個小時後回來 然後我的車子呢 放著 誰都會不舉動 好不好 等我一個小時後回來 我們就繼續把這台車搞起來 然後 我還要去拿 我的車殼 晚一點呢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 後面這台 車子如果沒有裝牌 就算我也發起來 會多大聲 好不好 我們我超想聽 超級想聽 我管你 我超級想聽 反正晚一點就是這樣 那剛剛 我的殼 都已經拿來了 等一下呢 他們要對螺絲 然後明天呢 他們要去幫我配螺絲 把殼的螺絲全部配一配 希望明天可以裝得上去 然後裝這個 大燈頭罩 還有我的大燈組 全部都上去 喔 然後他現在 他想說都拆到這個地步了 他要幫我把這個 空力箱 全部拆起來 來看一下雞炭 有嗎 很光滑啊 其實本來就不有雞 幹你年了 你這靠腰喔 看媽的 他已經變成 化石了 有 現在這個 剛剛看過雞炭 雞炭這邊正常 非常乾淨 然後現在還把他幫我 衣服裝回去 反正今天呢 就是要給我把這台車搞到 發動 為止 然後明天的任務呢 就是 他的 螺絲 要去把它配出來 然後這個呢 在燒我的油杯的 支架 然後呢 這個是 鈦的 因為呢 現在沒有現成的 支架 所以 土泡一個 勾上去就好 車子的東西呢 全部都裝好了 然後 開電門 所以現在是要發動的 那要先加油 今天是我們的 修車日記 第一集 我不知道是 鳳寧的東西怎麼來的 就是幹這位機子 我已經全部的東西 都被幹走了 鳳寧修車非常省 因為這邊有個人 給我 幹東西 你發給他動 等一下 你還過來你裝 不用裝啦 我想聽這樣發動 等一下 我剛剛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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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下 我聽一下 OK 好吵 而且好難聽 幹 好像 好像 我媽的 猴龍生病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還是沒有你們裝那種 你們那種 R1裝那種 媽的 罐頭罐草 然後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我現在呢 這個油是沒有 因為 我要把 ABS廢掉 所以我要把 他的油管都換掉 前後油管 都要把它換掉 然後ABS是這顆 反正就要把這個廢掉 然後把油管換掉 所以 明天可能就會 換掉 然後所以 現在把砂水油都弄掉 所以呢 如果最理想的範圍的話 就是明天呢 這個人 要去幫我配螺絲 配完螺絲呢 要先弄好油管 然後才可以把殼裝上去 這樣把它翻一點 哇 我的R6好久沒有發動 這顆 泰螺絲 各位知道我這顆泰螺絲怎麼拍的嗎 這顆泰螺絲呢就是 反正就是那時候我來 鎖排氣管 然後鎖一鎖的 少一顆螺絲 然後呢 就看到他有一顆泰螺絲 就把它幹來裝 而且尺數還剛剛好喔 然後還有這個 機油蓋 這個也是幹來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幹來 終於預計了 之後呢 他的R1上面的那個卡牆 也是幹來的 他的總棒呢 那個是奇怪 他的總棒呢 也會是幹的 好不好 我剛剛發現一個bug 奇怪 這個表明是新的 基本上我們來裝上來 應該是要0公里 但是他現在 上面竟然有628公里 然後剛剛有一個判斷是 他們測試 但是測試了628公里 他媽的 太扯了喔 日本人 媽的 日本人怎麼這樣子搞了 OK 各位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R6的 東西全部都裝好了 再來我們就只需要 把這個殼的上面的螺絲 什麼的 對一對 明天啊 去配一配 這螺絲就差不多完工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把他發動 哇 那個排氣管剛剛已經裝了 OK 我剛剛呢 聽過那個沒有裝尾段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把尾段裝起來 他媽有夠難聽 我好久沒有發動它 哇 這個聲音 好久沒聽到 終於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就先到這邊 今天就是 紅磷的修車日記 第一集 接下來明天呢 應該會有第二集 第二集就是 我們把殼裝上去 載車 可以騎的一個狀態 OK 那麼各位 掰掰 好